大家好 让我从此对批判二元对立的生活当中 看见了另一种超脱生命的境界 透过故事的海鸟 让我看见了自由与本性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么故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他说从前有一只海鸟在乳国的城门上歇息 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见过这种鸟 所以人们都叫它神鸟 乳猴于是命随从去诛活海鸟 随从就将海鸟关在金农里面 并且放在太庙里面供养着 乳猴是海鸟如国兵 每天啊都有各式各样的 珍修摆味供海鸟品尝 就连乳国的乐师 也都每天为海鸟演奏 但是海鸟却被这个豪华的排场吓着了 他心里既惊慌 又悲痛 既不敢饮食 没想到过了三天 他就这么死亡了 乳猴以为他款到海鸟十分的周到 没想到却因此害死了这只鸟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从这则故事里 你想到了什么呢 其实 世界上事物是多种 变化的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要看清楚 所有的事物以及对象 我们得根据不同的对象 去采取不同的方式以及方法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 是一样的 也没有绝对的答案 所以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这样 这样才不会 收到不同预期的效果 而成为可笑的结局 希望 这边呢 都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就下回见 拜拜 拜拜